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 一般来说都是把它定在1978年 它应该是一个画时代的 它不仅仅是单一的某一个领域 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 下乡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前途就已经 感觉就已经注定了 所以大家对前途都不太想 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 让我能够回到城市 做一个普通的工人就可以了 那个年代能够进入工人阶级队伍 特别是钢铁工人 那个是正儿八经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因为在那个时代 它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所以能够自己能够脱掉 臭老脚的这个皮 能够穿上那个钢铁工人的这样一个工作服 所以那个时候感到非常的荣耀 从此也觉得自己的人生 踏上了一个很圆满的这样一个路程 到了最后 我在那个厂里面待了整整十年 六八年到七八年 刚好是恢复高考的这整整十年 就七七年之前 我们就是一生的梦想 能上大学读书就好 但一直没有机会 图展一下中央宣布可以高考 可以通过一个公平的考试进大学 这个我们当时非常兴奋 在这个时候呢 正好是文革结束 对于一个青年来讲的话 你可以走的路就更多了 我记得当时已经开始恢复高考 于是我就报考了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能考上 我只是觉得我能画画 今年就恢复高考 这是个大决策 我不再向中央报告 就这么定下来 只有在一方思想 坚持实事求实 一切从实际出发 你能联系实际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才能顺利发展 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 一个77年一个78年 这个是中国也可以说 二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实体 77年是个准备时期 大家都心里都充充欲动 那接着到79年 就基本上呈现出一种 翻天覆地的一种思想上的变化 那么它的创造在哪里 它的创造就在于 改变了一个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 这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 它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它们开启了 中国当代艺术改革开放时期的 一个先生 它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根本性的 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开放时期 不仅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开始恢复 更重要的就是 这些优秀的青年人 有着强烈地为祖国而学习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奉献的精神 所以这一代人 他们真正的是参与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大潮 当时那边跟现在不一样 那边也没有市场经济 然后也没有艺术市场 大家考美院虽然很踊跃 但是有两万多人报名 好像六千人参与考试 然后最后我们游画盘就收了22个人 感觉有点那万里挑一的意思 但是那会儿其实很单纯 想着这么多人来考 就是冲着一个就是喜欢画画 学生的生源的年龄 首先是差异很大 一代人有的就是十七八岁 像我们就三十岁 就差不多一代人的这种年龄差 所以组成了这样一个七七级 七八级 其实我们读副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像罗忠利 他们就是读大学 所以我们进校的时候 他们也刚刚才进校 我进校的时候已经十九岁了 第一次去重庆了 然后到了那个九龙坡火车站 学校开了一个解放牌的 一个大卡车来接着新生 我记得冬天非常冷 就吹得来已经就是受不了的时候了 就到了学校了 进去以后就每人内心 都有一个就是特别幸运的感觉 就是突然就觉得赶上了一个 实在的一趟车 每人实在都是一种灰头土脸的感觉 头发也是感觉这个小伙子们 都是脏脏的那种那种状态 但是呢就是每个人就是 学习状态特别好 就感觉特别特别的珍惜这个 来之不易的 就等了多少年的这么一个机会 当时我记得最深的印象就是 那个校园里面的那种感受 就是特别的开放 特别的自由 进教室都是用脚踹 排球打赢了 那个足球出现了 游行唱歌 要出国际歌唱到国歌 唱完了所有自己熟悉的歌 完了之后就渐渐安静下来 就心心点点的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蜡烛 油灯都亮起来了 心心点点一直到天明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八十年代初 大学校园的那种学习的这样一种氛围 进美院之后那种首先是那种气氛 那个气场就是一个专业的气场 老师学生同学都是画画的 然后我们能看到大量的资料 获得很多在绘画中的专业知识专业训练 那个时候年代开始逐步开始开放 开始了解了很多很多信息 所以对我们的创作也是从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开始 所以后来我们是四川美院的同学 后来在八十年代初画了一些 按照自己的想法画的一些画 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 那就是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 大学校园的自由开放 或那种为国家的这种荣誉的 共同分享的兴奋和激动 我觉得没有那种思想解放 没有那种宽松的这样一个校园的 这样一个创作的一个氛围和环境 我想我们那批作品也不会出现在川美 上海美术最早破开这个题目 就是艺术是不是一个 真正可以自由地表达自我 表达自己类型世界的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开启 就没有我们今天 没有八五美术运动 没有九十年代的新绘画 没有以后的装置影像等等等等 所谓的当代艺术 上海美术或者叫批判现实主义 就跟原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仍好相反 这个大背景就让四川美院的 一开始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的 第一次想拿起画笔来进行创作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题材 我把它起名叫为什么 这其实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反思和疑问 四川美院这样突然一下 在全国影响力这么大 它实际上是有一种代表性 它还是反映了那一代人的 很多共同的价值观 它目的不是为了背望 而是为了表达 从四川美院开始 艺术开始变成一种表达 变成一种真正的和时代的 这样的一种对话 我觉得三个人它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表现文革 表现文工武斗 而知青题材就开始考虑到个人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就是何多林的《春风已经书写》 他为此为四川的绘画 注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个就是这种抒情性的东西 一个就是这种文学性的东西 就是它并没有去讲一个故事 它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主题 但是它会引人去思考 通过画面的那种情绪 那种氛围去打动观众 就是它更能唤起一种内心的那种共鸣 我是对抒号语言有兴趣 所以那会儿呢 我就已经开始研究抒号语言 因为我始终在寻求抒号中的抒情这个方面 所以那个我毕业创造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画跟知青生活有关的这种题材 后来就画出了这个春飞椅的苏醒 在画法上呢 因为我是在那个画毕业创的时候 突然看到世界美术介绍美国画的怀思 我一看 这种画法太合我意思了 它一种非常密度很大的画法 但是在构图上又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极简 跟我下乡的时候体验到那种 人跟自然的关系 有一种非常让我心理社会的东西 商务美术呢 是对文革美术的反思与批判 那么这种痛定思痛呢 就激发起人们啊 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热情 以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精力 去改变社会 追求富裕生活 而这个乡图写实主义呢 可以说是从另外一个侧面 反映了中国人啊 特别是中国农民 追求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这个新中国成立了几十年 如果总是不去发展经济 那么中国人的富裕生活 就没有希望 所以乡图写实主义呢 它描绘的都是比较偏远的 乡村的这样破旧的房子 和那些生活艰苦的奴民 他们的这样的生活状态和形象 引起人们巨大的关注 同情和反思 那个属相包括朱毅勇啊 画了那个碑楼啊 其实是给大家一种心理共识 最后的最高层 是罗宗立的父亲的担心 其实最初呢 并不知道最后要画成父亲 这样一件作品 只知道想画一件关于农民体材 但是怎么画 其实是好几个稿子 慢慢慢慢逐渐完成到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那个领袖像的这个尺寸 这个突然想起 应该用这个尺寸 用超大 大到什么时候 大到当时只有领袖才能够用的这样一个尺寸 最后都是看到那个 都准备上部的时候看到那个照样写实的这个牛排的介绍 但是他文字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通过那个文字想象这个 这个照相写实 因为并没有看他画 后来我看到这个 休克罗斯的原作的时候 在美国很多博物馆里面看到他的原作的时候 我才知道完全 其实跟我画的这个父亲的 当时我理解的照相写实 完全不一样 但是用照相写实来完成了这一点肖像作品 也成了在整个这个创作 从一稿二稿三稿到最后成型的当中的重要的一个拐点 所有的毅力从开始想画一个关于农民题材到最后它超越了农民题材本身 实际上它已经远不止是成一个农民的一个肖像了 实际上它还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执政的理念 一个人的时代的一个开始 一个人文精神的一个开始 实际上香土绘画取得成就以后影响很大了 也把四川美院抬到了所谓艺术院校三甲的地位 但是实际上后来香土绘画就走向了一种风情画 由于最早的理论上的不清晰它慢慢变成了一种风俗画 这个起点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注意我们的这个乡村小店开始 因为它表达的是一种朴素的美 它想传达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大家可能更多地就注意到了一些风俗的细节 坦率地说 那不是四川美院的真正的艺术成功 那么从香土绘画内部就开始发生出一种 香土绘画的边缘状态 比如说极歌河的婚礼 陈卫明把相声他们画 还有周春雅画的这个西藏新一代 还有包括叶永勤张小刚强烈的表现性的绘画 其实就开始和学院的这个集体传统 写诗传统开始偏离了 当时大二的时候呢 班上同学开始关起门来搞创作了 但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只能说好奇 另外慢慢也就开始觉得 好像苏联这一套技法跟我不太融洽 说不出来是一种 我感觉我是一种背着谱在画画 我觉得是画册的开放 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认识的艺术 整个八十年代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就这种思想解放运动 的基本的东西是在寻找一种价值体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无疑受到西方的影响 七年末八十年初呢 有一个背景就是大量的书籍的出版 八十年代艺术史或者历史学 严重地受到了后现代哲学的影响 在同一个时间西方的各种风格和语言都在我们中国艺术家的同一天发生 刚开始看后印象看梵高跟赛唱他们其实看不懂 但觉得很过瘾 他就觉得艺术也可以这样表现 这个时候价值观自然就会开放了很多 有几个人和当时像罗忠利 程中林 何多林不一样的一些艺术家 比如当时我去看罗忠利 程中林他们的时候呢 程中林说我带你看一个小孩 后来看就是赵小刚 他画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当然是我 我很兴奋 那么后来他的毕业创作就叫《暴风雨将至》吧 那个时候画了一系列都有点像梵高这样的 很表现性的东西 那次对我可能是一次比较深的一次灵魂上的一个洗礼 我觉得我待了一个半月也在那 一个人在那跟葬祖一样的每天就是 就很艰苦 但是很快乐 因为感觉找到了一个表达出口 感觉到了一些东西 就觉得我的艺术的某一种境界上的感受 追求 我觉得是草原上给我带来的 我自己觉得绘画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它的色彩 它的一些构成 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主题 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下到了少数民族 到了看到他们的穿的衣服的颜色 一下很兴奋 我的毕业创作是在西传板上画出来的 我那个时候是学校里面比较喜欢的是现代艺术 但是在整个当时的成功的体系里面 现在的艺术是一个被屏蔽的 那样的时候就是既孤独又像一个星星之火一样 进入大学以后 其实就有一种那种叛逆的心理了 就是我们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那个时候就吸收了很多西方现代主义的 特别是印象派以后的 后期印象派表现主义 这种在我们大学一年级进去就开始了 实际上也在画乡土 但是就是通过这个题材想转变 就是所有我们那个八一级 到了毕业创作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里面寻找一些 现代主义的元素 像我那个苹果说 其实它有一些平面的东西 象征主义的东西 就是想寻求一种庄重树木的 一种唯美的东西 它跟内约纯粹的去画这种风俗啊 香芹嘛 这不太一样 以四川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 他们深入生活呀 大部分都是到少数民族地区 包括泥州地区 那是他们得天独厚的条件 而这些呢都非常入画 非常适合画家来表现 所以很自然的会成为他们一个表现的题材 这也是四川画家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关注身边的日常生活 而这些呢都暗含着一个根本的一个精神价值 人性的描绘 揭示人性的光辉 人性之美 对底层人民的这样的一种关注 正是在他们的画面中 我们能感受到一个一个具体的 非常富有质感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就是四川这代艺术家 就是在七七七八级当中 就是除了我们说的三横也好 乡土也好 之所以那么有力量 我觉得也并不是因为作品的题材 其实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他们的语言 这代艺术家普遍都有一个 像西方现代主义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应该说是一直伴随到了1980年代 就是语言上的一个最大的转化 就是进入1990年以后 才开始摆脱了一个模仿 借鉴西方的艺术 然后再开始走向了一种 对个人的语言的当代性的转化 进入这么一个自觉的阶段 90年代以后啊 就是转向的接纳中国进入一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交流 与循环之中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中国艺术啊 也逐步的走出国门 而四川这批画家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开始广泛的 这个参加国际上的各种各样的展览 这样大大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 使他们的思想和艺术表达呢 逐渐的与国际对话 与世界同步 过去思考的是地域性的问题 思考的是局部的问题 现在作为中国艺术家走向世界 他们也和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一样 去思考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和90年代和80年代之交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这种变迁 把所有的中国的问题变成一种国际化的问题 变成一种世界的问题 这个时候刚好有机会 有机会就出国 待了三个月 天天看博物馆 看越看越绝望 看到后来你真的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也逼迫你要去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就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和意义的问题 我记得当时张小刚比我早去德国那么一段时间 在那个时候正好在学外语就准备出国 实际上是一个学校的一个交换项目 叫德国的卡塞尔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最大的那个价值 就在出国了以后 可以让我们去看到这些 我曾经阅读的这个二手资料的它的一个原作 一到那儿去以后 我觉得是最大的冲击力就是 特别是在当代艺术这个贩售里面 我们很多都不了解 在国外那个时候就面对那个西方美术史的那个原作 在当时以为这一辈子恐怕就是这一次 一生一世就这一次机会 所以当时是牙缝里面展现每一个铜板子 走遍每一个美术馆 自己在美术史上自己感兴趣的那张画一定要去找到 到了西方以后 你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好很刺激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艺术家 中国艺术家来讲 你又怎么在这种整体的这种趋势里面保持自己的个性 可能就是当时很多中国艺术家 其实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我在当时在美国的时候 我在博物馆还是私人藏家手里看到很多中国宋元的绘画 特别受震撼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就是这个 也到一定年龄了 40岁了以后就说类型中一些 就作为一个中国画家的基因也开始显现 所以我当时回来在想 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应该用什么样的画面 什么样的绘画语言 所以同学问我的时候 我就说炒冷饭 他说得开玩笑 同学之间 炒冷饭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还是回自己的歌 自己的传统 但是他开始明觉了 就是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 我们在学习了西方这个油画之后 如何回到自己传统当中 最后练就提炼出 升华成自己的东方式的这样一个当代艺术 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具有个人的呢 又同时具有中国的 具有本土的那种视觉经验和文化经验 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艺术家 是非常有代表性 第一个比如说张小刚 那么张小刚的大家庭当中 就是我们注意到 大家庭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集体主义时代 或者一个具有家族血缘的一种 非常普遍的具有公共性的视觉经验 同样的在叶永青的那个大招贴当中 就有过去集体主义时代的那种视觉的 那种群体表达的那种视觉系统 同样的你比如说周春牙的作品 那么周春牙从1993到1998 就开始告别80年代的现代主义时期 然后他的这个回归呢 是借助了西方的表现主义 但是呢他的源头和文化的落脚点 应该是回到了传统 所以这代人90年代的这种语言的自觉 有一个是基于全球化的参照以后 对自己的那种文化身份的思考 对身份的认知 对国际上的这个认知慢慢多了以后 开始思考个人身份和这个文化的 公共价值的身份之间的一个关系 有了这种一个心理上到文化上的认识和准备以后 回来看到老照片才会有兴奋感 我们的这个历史 我原来忽略了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打动我的 是在我们血脉里面的 我们过去过于文本化地去接受西方的现代艺术 忽略了我们生活中历史中跟我们有切伏之感的东西 就是面对走向世界 我们怎么样能够去确立自己的身份意识 尤其是确立自己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文化底蕴 而不被这个西方的文化去同化 中国艺术家只有走出去才会遇到这个问题 才会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很自然地就会反思 在国际上作为中国艺术家 我们的历史之本是什么 其实它代表了一种群像 就是开始从受西方影响的这种文化 线路或者氛围里面开始拖出来 介入到中国社会现实的那些土壤里面 然后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 去呈现一个艺术家的独立的这种意识 我一开始就是对中国这种传统感兴趣 我就不是 我就没有想到过要用油画去画国画 首先是没有想到这个 然后呢 第二呢我也不觉得就是你画中国人中国题材 你就中国人了 我觉得对传统的戏说 它应该是一种抽象的继承 就是继承传统中一些 就是说它的文脉中的一些比较 比较本质的东西 那么我觉得这种画法 它可能就是我所喜欢的 它有这种一种潜在的 中国精神在那里面 我们这代人我觉得特别可贵的一点 就是他经历了这么多的时代 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时代的旁观者 一直到成人 然后呢一直到形成自己的性格 然后又遇到了改革开放 这么一种变化 然后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了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前后 经历过改革开放 又向西方去学习 在学习他们之后 我们回到自己传统的时候 如何来走自己的 作为中国艺术家的自己的道路 我们这个时代 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来讲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意思 但最终我们是要看它的作品 看它的作品 有没有这个时代的感觉 有没有时代的这种精神 我们这次展展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思路 就是要呈现1978年以来四川绘画 在过去40年的一个发展的一条主线 然后以及各个阶段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所以我们在展览的规划的时候 也有一个从结构上的考虑 分了五个展览单元 就包括它的题材 风格 思想 观念 以及它的文化取向 那么在整个展览的过程当中 我们实际上是围绕着几个关键词展开的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时代 第二个就是要体现对人 对人性的关注 那么第三个就是侧重于西兰经验 这种西兰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讲 它实际上是本土的经验 西兰的经验 以及中国经验的一个集合 因为博物馆选择艺术题材的展览 是希望把艺术展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去展示它 希望基于一个时代大背景下 文化架构下的对于艺术生长方式的一个探索 包括它其实展示的也不只是一个艺术的发展史 它背后其实贯穿的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包括一个能闻精神的一个演变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信任何解台替刘 给神圳靠边 零度与自己的电脑 重入